据纽约市政厅的统计数据,今年5月份以来,已经有超过15000名移民抵达纽约市。 由于纽约市用于接收移民的收容中心已经爆满,纽约市市长亚当斯正在考虑用邮轮来安置移民。 据了解,亚当斯计划把安置移民的邮轮停靠在曼哈顿以南的斯塔腾岛,但斯塔腾岛当地官员并不支持这一计划。 纽约市共和党籍官员批评说,这一计划可笑无能。 今年春季,共和党籍德州州长阿卜特和亚利桑那州州长杜西先后发起运人行动,用大客车把拉丁美洲移民运往华盛顿、纽约等民主党人主攻的城市,已是对联邦政府移民政策的反对。 随至11月中期选举趋近,美国两党争斗日益激烈,移民政策再次成为共和党攻击民主党的火力集中点。 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了SB951法案,数百万加州人将获得更多的家庭和残疾嫁福利。 SB951法案将提高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工人的休假福利,以覆盖他们必须休养照顾亲人或自己时的收入。 到2025年,那些收入低于该州平均工资的人在休假时,最多可获得正常工资的90%。 此外,纽森还签署了AB2596法案,使得农历新年为周假日。 瑞典卡罗林医学院10月3日宣布,将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瑞典科学家斯万特·佩伯,以表彰他在以灭绝古人类基因组和人类进化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。 佩伯对古代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进行测序,发现以前不为人知的古人类丹尼索瓦。 他还发现,这些现已灭绝的古人类在大约7万年前迁出非洲之后,向智人转移了基因,而这些古老基因流向现代人类,至今仍具有生理相关性,例如影响人类免疫系统对感染的反应。 诺贝尔奖委员会指出,佩伯的开创性研究催上了一门全新的科学学科——古基因组学,其通过揭示将所有活着的人类与已灭绝的人类区分开来的遗传差异。 他的发现,为探索什么使我们成为独特的人类等内容,奠定了基础。 10月3日,印尼官员表示,因球迷冲突事件导致的儿童死亡人数已经从早些时候的17人攀升至32人,其中年龄最小的仅有3岁。 同时,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质疑警方使用催泪瓦斯的决定。 在事件发生时,印尼当地警方曾向进入球场范围内的球迷发射催泪瓦斯。 警方则辩称,他们发射催泪瓦斯是为了迫使球迷返回看台,并且是在两名警员身亡之后才发射的。 3日早些时候,印尼首席安全部长表示,将成立独立调查小组彻查该事件。 英国财政大臣夸西·克沃腾10月3日发表声明称,将放弃此前提出的对高收入者取消45%最高所得税税率的计划。 他表示,政府正在取消此前发布的迷你预算计划中的一部分,即为最富有的1%人口减税。 英国政府9月23日宣布一系列措施以期提振经济,其中包括大规模减税方案,计划把对年收入超过15万英镑人群征收的45%的最高所得税降至40%,结果招致广泛质疑和批评。 该政策也在过去一周引发市场动荡,导致英镑对美元汇率创下历史新低。 Google旗下的网上翻译工具Google翻译于9月末停止了中国版服务,并将原页面改为指向Google翻译香港区网站的连接。 做法与此前Google搜索,Google地图等功能退出中国时一样。 Google发言人随后以电邮承认,翻译服务于中国停止,并指原因是当地使用率太低。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